行政院卫生署公布了民国一百年国人十大死因 恶性肿瘤依旧是高居死亡排行榜首 那么尤其是男性离癌的几率比女性是快速成长 男性平均寿命倒退撸 那么其中呢又以肺癌的威胁最大 女性则是受到乳癌的威胁 卫生署公布了民国一百年国人十大死因 恶性肿瘤依旧是第一死因 心脏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肺炎都排行国人前五大死因 其中排行第七的慢性下呼吸道疾病增加最为明显 这和抽烟人口不减反增有关 那个以这个药物来协助戒烟 那同时也可以打08006363 来那个做心理諮商来协助戒烟 民国一百年男女癌症死因 肺癌肝癌直肠癌都高居前三大 男性第四癌症死因为口腔癌 这和吃槟榔习惯有关 女性第四死因乳癌也有微服的上升 以国人平均寿命来讲 民国一百年男性的余命是76岁 比去年多了1.9岁 女性寿命82.7岁 比去年增加了2.7岁 整体而言国人生命的最大杀手还是恶性肿瘤 每12分21秒就一个人死于癌症 还有糖尿病的发生率也大幅的增加 这和国人的生活饮食器官都紧密相连